再来是好消息 金融长星旅师傅龙师团 在全国中华北五龙武师锦标赛中 夺下社会主的双料冠军 孩子们在旅美级师傅的带领下 苦练体力和默契 优异的表现将代表台湾参加世界大赛 长星旅师傅武师可说是所向无敌 在全国中华北五龙武师锦标赛中 有抱回了两金一银的好成绩 每次出击 都是孩子们天天苦练至少五个小时的成果 这一次中华北五龙武师办的这个比赛 就是要取得我们到国外的一个权利 这一次也侥幸拿到全国的高庄组的冠军 社会组的冠军 因为高庄组他分两项 一个是自选自己的套路 一个是指定的套路 指定的套路实质上来讲 虽然他难度只有五个 但是每一个难度啊 他的精密度啊都很高 我们选手在于这一次啊 就是稍微在庄上稍微偏动了一下 就扣个0.1 先差 先差一点点 稍微落后第二 但希望说下一次啊 能够更再接再厉 能够更拿到最好最高的一个荣耀 在每一个动作都不失误的状况下 惊险又刺激的视觉感受 总令人拍手将好 舞动师头及师尾的搭档 默契 体力和绝技 全都是苦练出来的 让我学到 对很多技术方面 都有很多学习 有看了其他队伍 自己有吸收到一些 对自己有帮助的训练 是这次比赛单身时候收的 平常搭配一些默契 又一些难度 这是比较困难的地方 每天苦练 在这一次的全国中华杯 舞龙武师锦标赛中 从84支队伍脱颖而出 在吕美吉师傅的指导下 孩子们各有绝活 而且不怕辛苦 他们有信心夺下世界冠军 掌心 掌心 记得蔡小军 裁缝报道